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今天我给你们带来的故事是 穿衣服 早上起床了,宝宝们要穿衣服了 这里都是一些什么小动物 宝贝们,你们都认识吗? 这是猴子 这是企鹅 这是小兔子 这是小熊 这个是小老鼠 宝贝们,你们都认对了吗? 小老鼠在穿短裤 它能穿好吗? 宝贝们猜一猜,小老鼠能穿好吗? 当然能啦 小老鼠自己穿上了裤子 可真棒 小兔子在穿上衣 它能穿好吗? 当然能啦 小兔子自己穿好了上衣 可真棒啊 小企鹅在穿鞋 它能穿好吗? 当然能啦 小企鹅 小企鹅自己穿好了漂亮的鞋子 小猴子在戴帽子 它能戴好吗? 让我们来猜一猜 小猴子能戴好吗? 当然能啦 小猴子自己戴上了漂亮的帽子 咦,小熊去哪儿了? 它是去穿衣服啦 它能穿好吗? 让我们来看一看小熊能不能自己穿好呢? 当然能啦 好的,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我会每天给你们带来精心挑选的故事 你们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 宝贝们在生活中有没有尝试自己穿衣服呢? 如果自己能做好的话 那么你是一个很棒的宝贝 要不从明天开始试一试自己穿衣服 穿衣服宝贝能自己做好的,对吗?